嗨,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五月份比较常用,还有一些我新来的一些东西 因为是我昨天出去稍微小购物了一下嘛,然后就是说今天正好是月末,然后也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在我之前的那个购物分享视频里面我分享过它,就是我最近月初的时候刚买的这个,就是,它叫什么呢?化妆水 我每天都有在用了,至少我每天用一次,然后都是基本上喷在那个化妆棉上,然后擦脸用嘛 它有淡淡的那种甜甜的香味,然后我买的是保湿型的,所以用完它之后脸上不会特别的干 不会像是其他有的那种清洁型的那种化妆水会把我的毛孔,怎么说呢?吸水的 然后单用它,就算是就是过一段时间脸上也不会说特别的干,所以是我最近比较爱用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面霜,是Skinful的这款Waterberry,就是那种很新鲜的那种,怎么说呢?有点像樱桃的味道吧? 是它营养对我来说也够,然后也足够保湿了,就是对我夏天的皮肤来讲是足够足够保湿了 我一般用完这个化妆水之后,我会用我之前那个分享过的那个Skin,不是,飞尸小铺的那个美白精华液 然后再会用它,然后我的脸上就会比较有光泽感,就是上次我在,好像在微博上吧,分享那张照片就是 涂完这三样东西之后脸上那种,就是水水的那种感觉,就是效果非常好 然后洗脸的东西我最之前也是那个购物视频里说到的这个Elizabeth他们家的洗面奶 大概就是指甲这么大的量就可以搓出很多泡沫,而且越搓越细的那种质地 然后它里面不像是其他磨砂洗面奶里面磨砂的颗粒那么多,只是你能感觉到一些有一点就是硬硬的那种颗粒在里面 然后当你实际实际搓这个洗面奶的时候,它的泡沫会变得越来越细,然后越来越密 然后在洗脸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感觉特别好吧,能把,我能感觉到那把我脸上残留的一些油质啊,或者是角质一类的东西都能洗掉 洗完的效果也不会说让脸上的水分流失掉,所以我是特别,最近是天天都在用这款洗面奶 最近也常用这个东西,就是自然乐园的这个护唇膏 然后我在上支视频里也有用到,因为它不是说特别的贵,好像才二三十块钱 太阳越来越足了嘛,我不管是皮肤也好,身体也好,我的嘴唇也要防晒 不然嘴唇它本身的颜色会变得越来越深 所以我就想说用背数,出门的话就用背数高一点的这种防晒润唇膏来用 也是在我前两支视频里提到过它的,这个是魔法森林的这款BB霜嘛 然后它我用起来的感觉是,一是比较保湿,然后我用完的那个效果脸上也不会变灰 所以是和其他分别一起配合着用嘛 所以我脸的肤色不会变得暗黄,也不会变得发灰 就是不会变暗,比较方便的一款底妆产品吧 它我不知道在国内的价格怎么样 不过是我,从价格上来讲,从效果上来讲,是比较最近常用 5月份经常在用的一款BB霜 所以是这个眼影盘,这个是爱里小屋的这个11号眼影盘 你怎么讲呢,我如果说想喜欢淡妆,妆化淡一点的话 我可以单用这两个颜色,或者是单用这两个颜色 如果说我想要浓一点的妆的话,我可以这三个颜色一起用 或者是像我上支那个毕业妆的视频一样,四个颜色可以一起用 就是比较实用的一个眼影盘,你是单用一个颜色也好 就是用两个颜色都好,你不管怎么配,它的颜色配起来 都是非常,怎么说呢,合适的一个组合吧 还有一个是这头是带着这种刷子的 而且它的刷子质地很软,不像是那种劣质的刷子 所以我很喜欢用他们家的这个,就是这套眼影盘吧 接下来这个是MISSIA的这个唇釉 有它有很长时间了,大概有两三年左右了吧 不过它现在还剩很多嘛,所以我也最近一直在用它 它的方便的地方就是你上完护唇膏之后再上它 就有一种又上了唇膏,然后又上了唇彩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的颜色够,颜色的那个饱和度够高 然后它的那个保湿的效果也够好 所以用起来就有用那个唇膏跟唇彩配合着用的那个效果 所以我就一直很方便,然后它的颜色也可以让我的肤色看起来更白 所以我就是最近很爱用这一支,经常戴在身上用的 接下来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月中跟昨天去购入的一些新的就是彩妆的产品 然后就想说也趁着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去了那个韩国的那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种超市 然后它里边有单独的一些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区域是专门卖化妆品的 然后有各个的品牌都有它们的专柜 所以我想说去那个地方就可以直接买到很多不同牌子的产品 然后比较方便 这个是那个爱里小屋的那个专柜 然后它们家是50到就是20%到50%的折扣 所以我就没买太多东西,只买了两样 因为我觉得好多东西我都有 所以就不买多余的买一些我想要的和想更新的一些产品 首先是这个就是胶皮的那个垫子 我已经没有能替用的了 所以就想说换一款新的来用吧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我就买了爱里小屋他们家的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摸起来不是那种很滑的那种金属的质地 而是稍微有点磨砂的那个质地 所以用起来不会怎么说 因为比较滑要过于用力的话 比较个手 那在我还买了这个眼影笔 另外买了一款这个裸金色的这个颜色 然后他们家这个颜色用起来特别的好看 就是单用这一个颜色也不会觉得特别怪 而且或者打亮啊打底用都是OK的颜色 对就是这么看起来可能太亮 它只是有反光的一个效果 不过我实际上看起来它是有颜色在的 跟我的肤色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还有一定的色差 所以我单用它也是OK 有美卡森林他们家也是一样是打五折 所以我就想说去看一看 然后也买了两样东西 首先这个是这个睫毛膏蝴蝶的形状很好看的包装 然后它是这种防水型的睫毛膏 是叫这个名字 我会打在下面了 然后它让我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的刷头特别大 很大的刷头 有点像美宝莲的那个就是黄胖子或者是子胖子那款的刷头 不过它不是弯弯的那种 而只是很直的这种形状 然后只有刷毛是这种宽扁型的 就是早上用的这种快捷面膜 快速面膜 它只要用30秒就够了 对 然后是在化妆前可以用的一个一种面膜吧 然后可以当护肤品来用 因为它用完之后可以不用洗 直接把它留在皮肤上 让它让皮肤吸收 它是那种奶茶的味道 对 很好闻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奶茶了 是很好闻的一种味道 接下来我去了分别去了两个地方 还有去了三个地方 是那个四亲夫跟那个 这是哪儿啊 月市风银 然后去四亲夫买的是这个眼唇卸妆液 我之前那个自然乐园他们家那个草本眼唇卸妆液 我快用完了 就剩一点点了 还够我用个两三次吧 然后我想说换这个四亲夫的这款 这款我在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2010年或者是2009年的时候 我用过它 所以是也是出了很久的一款 产品了 然后它四亲夫在国内专柜都有卖这款产品 所以大家可以去商店里找找看 然后它是这个奶昔 以奶昔为原料做的一款眼唇卸妆的产品 所以它我用起来它是非常的温和 不会刺激眼睛 用完眼睛不会有刺痛感 然后卸妆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就是连防水的一些睫毛膏啊 眼线笔它都卸得掉 卸妆的这个卸妆霜 我买的是月时凤云他们家的这个 算是也是植物型的这个卸妆霜吧 就是你推开然后卸妆之后再洗掉 不会在脸上有残留吧 是比较清爽型 比较清透型的一款卸妆的产品 所以我用它的效果也是真的是特别的好 而且它卸妆卸得也够干净 我用它然后再用那个Elizabeth那款洗面奶 我的脸上几乎能残留的一些化妆品啊 或者是油脂皮脂一类的都会被洗得很干净 所以也是比较好用的一个东西吧 这个LG化妆品的一个就是综合的一个化妆品 我买了在他们家也买了一个睫毛膏 我想说因为那个美宝莲睫毛膏最近让我很失望 所以我就一气之下买了两款睫毛膏来用 然后这款睫毛膏也是我上支视频里用到过的这个Cathicat 这款营养型的防水睫毛膏 对 然后包装是这样 然后我 这个品牌是我也是通过网路上才知道的一个品牌 因为我最近经常在YouTube上看一些韩国达人他们的化妆视频嘛 然后韩国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化妆师 他也有就是在YouTube上他也有一个专门的网页 来分享一些就是他化妆的一些过程啊产品啊之类的 所以这个Cathicat这个品牌是他真的是他经常在用的一个品牌 不管是彩妆也好啊 然后就是底妆产品都好 他都是经常会看我经常会看到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想说试试看吧 就是想说换几个品牌的睫毛膏来用 所以我就买了他 然后他的刷头是这样 有点弯弯的 然后是圆形的这种刷头 然后这个CareZone这个是我之前分享过的一个品牌 我之前买过他们家的那个美白型的那个面膜 所以我想说换一款试一试 这款是收毛孔用的这个 就是可以减少的皮脂 然后对毛孔有收缩效果的一款面膜吧 我没用过 如果效果好的话 我会再拿出来分享 然后另外三款是这个牌子的 然后他强推的是这款红深的面膜 然后是可以 就是提高皮肤的一个紧致性 然后让皮肤更有弹力的一款面膜 然后他说他们家这个是卖的最好的一款产品 所以我想说 我买了我一共买了两张 买了两张这个 就是想说试试看 一张我用一张 今天拿去跟我妈试试 如果是好用的话我就接着买 如果大家有 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产品 可以在微博或者是 那个拍拍上留言给我跟我 问我也好 或者是跟我分享其他你喜欢的彩妆产品也好 都非常非常非常欢迎 很喜欢大家留言给我了 对尤其是有一些 有几位朋友特别喜欢跟我分享 他们自己的化妆品 然后有好用的东西 他们可以拍下来照片 然后在微博上或者是啪啪上 分享给我 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看那种回复 因为我自己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另外也可以知道大家都在用什么 然后什么东西好用 我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之后如果说我用完的话 也可以去买一些大家说好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吧 我希望大家尽量多多多留言给我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 你想知道关于我的一些事情也好 就是彩妆视频也好 比较个人的问题都好 都可以留言给我 然后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支视频吧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